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所以腿脚好很重要 但是腿脚好除了骨头质量要好以外 腿部的肌肉的足够强大非常重要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简单 容易失实 效果好 附中相对小的一个锻炼方法 在家里像这位女士所做 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 背靠的椅子上 这样子锻炼的过程中 背部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个支撑 就不会造成腰部的一些损失 第二个请膝关节伸直 膝关节伸直以后 保持在平磁的状态下 大家会感到大腿前面的肌肉紧张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肌肉 得到有效的锻炼 这个时候的负重是小腿的分量 对肌肉它的伤害是极小的 对关节的压力也是极小的 所以标准等到你酸脏熬不住了 再放下来 这就是把这块肌肉练强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但同时如果说这个脚背往后面伸直 那么这样子呢 同时可以感到小腿的前方和小腿的后方的肌肉都是紧张的 又可以达到锻炼小腿肌肉的目的 从而让我们的坏关节得到更强大的一个稳定 你脚扭上的风险达到降低 宽关节的前方的肌肉 骨子头肌肌刚才说锻炼好了 大腿后面的肌肉也得到很大的锻炼 那么对我们宽关节也会得到很好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异形有效的方法 再付出一下 关键点 腰有支撑 脚要伸直 肌肉绷紧 标准 感到疼痛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谢谢